全油管最快新闻 4月19日最高检指定吉林市检察院 起诉国开银行员副行长王用生涉嫌受贿 王用生在国开银行担任党委委员 副行长期间利用职权和地位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务数额巨大收受他人财务数额 经查王用生在受贿问题上涉嫌犯罪 已被吉林市检察院依法决定逮捕 此案曝光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期待司法机关能依法言成王用生 维护社会公正和连结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